回到中天五街新闻之前 我们曾经报导过三年前呢 高雄市左营区有一家洗衣店 被人家纵火烧死了一家四口 纵火的嫌犯是已经落网了 结果呢 昨天回到现场去勘查的时候呢 死者的家属看到的嫌犯当然是痛骂 没想到嫌犯竟然还可以回头 用三字经来回呛家属说 等他坐牢出狱了还要再烧一次 一点都不后悔 三年前一场大火 把资金洗衣店烧的只剩灰烬 一家四口当场惨死 当时根据监视器画面 逮捕一名陈姓纵火犯 但高雄高分院三号 带着嫌犯回到现场勘查 嫌犯竟然跟家属吵了起来 我们在车上 车里面都不敢来 我们在车上 因为我们说 你没有一个 我们在车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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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车上 那些办法的人很严重 照片中嫌犯回到现场 死者家属赶来 要求嫌犯下囚车道歉 但嫌犯态度嚣张 还爆粗口用三资金回呛 说等他出狱 一定要再来烧一次 毫无回忆的态度 连邻居都看不下去 陈欣嫌犯纏火害死四条人命 一审判决无期徒刑 就算证据确凿 他却始终不认罪 也不曾向家属道歉 家属失去亲人 还被嫌犯爆粗口骂人 一辈子的痛 他们只希望一命赔一命 让纵火嫌犯赶快伏法 昨天新闻刘一清高雄报道 他 Д lions都看不下去为何都看不下去 Sections 连八竞 他